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大人是怎么知道洪圣仓库有猫腻的 你还好意思问我 官言如此紧缺 价格几度哄抬 这种关心民生的大事居然还有人吸血 你这个代理县令是怎么当的 大人所言极是 事下官是职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怎么办 那就有劳杨大人带江小姐走一趟吧 大人 过来 去 玩去吧 谢谢 这过段时间啊 有官民会来我们山寨 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成功转移隐藏到后山的山洞里去 大人家的 你不是说有办法保全咱们清风寨吗 我当然有办法了 不过你们要听我的安排才行 转移隐藏都只是暂时的 等过段时间清风寨就彻底安全了 那 那 那二当家的现在咋样呢 二当家安全得很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 我呢 在这里待不了太长时间 你们一定要在协议的前一天成功躲避 都听清楚了没有 大当家的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会照顾好大家的 大当家的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会帮助二狗一起照顾好大家的 大当家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 照顾好我们大家的 对吧 想必这位就是知府千金江月江小姐吧 有失远迎 失敬失敬 甭客气了 今日前来打扰 乃是因为最近剿匪之事欠缺银两 还望徐老爷能够施以援手 早日解决匪患呢 既然江小姐都开口了 在下定当尽全力相助 不知江小姐需要多少银两啊 十万两 足矣 这十万两是不是有点 太少了 不知道 红圣仓库 好啊 玩阴的 徐老爷有所不知 我们查获了红圣仓库私言 目前数目不轻 正在清点 我听闻 红圣仓库的大老板 就是徐宁 徐老爷 江小姐可真会说 我们老爷 哪里会做那种够的 对啊 徐老爷是不会的 兴许是哪个不长眼的伙计 私自贩卖的些许私言 与徐老爷无关 我们定会查清楚的 那要是查出来 不是伙计呢 红圣仓库 确实是在下的 由于在下疏忽管理 让一些私立的伙计钻了空子 还望杨大人和江小姐 替我主持公道啊 那是自然 只是最近县衙为民请命 剿匪废用不够 徐老爷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在下确实还有些家私 可尽绵薄之力 我可没提这条件啊 你不要勉强哦 不勉强 不勉强 只是不知道江小姐 何时需要啊 最近 山贼肆虐 两日 好好好 待我准备好 即刻去派人 通知你们过来去 有劳了 那就不打扰徐员外了 告辞 老爷 真的要给他们吗 不给 私言的事摊在我头上 那可是死罪一条 什么 十万两 本小姐亲自出马 还能有假啊 走走走 我请你吃饭 请我吃饭 怕是有别的目的吧 这我看你是想多了吧 我是看你剿匪辛苦 替咱们高崖县百姓 请你吃饭 那就 勉为其难吧 走吧 手 不想要了 你别说 你的手啊 还挺软 臭流氓 贸然出师 血光之灾啊 江湖骗子 走 山贼 可不是那么好抓的 他怎么知道你要交匪 我怎么知道 他怎么知道 先生 请明示 下月 下月初六出兵 方能大获全胜 你的意思是 就初六那一天吗 嗯 大师 我的音乐能算到吗 天命之人 尽在眼前了 快走吧 下月初六还有十天 先吃饭去 先吃饭去 走 今天遇到个算命的 说我的有缘人 近在眼前 高攀 高攀了 不合适 人静 一点便宜都占不到 谢小姐夸奖 当时 只有爱风在 不会吧 小姐多虑了 或许算命先手 说的是他自己呢 呸呸呸 小姐 算命又没有明 说是爱风 或许是杨琳呢 牙医呢 不也天天在眼前吗 别说了 我干嘛要先算命的 还说不说了 这是给你的银子 今天表现不错 下回有只好花 再来找我啊 好 十万两银子呀 老爷 再给我个机会 把先令做了吧 不用剿匪 这样 也就没有理由 要这个钱了 启木老弟说得对 对个屁 他要是能做 还有今天这事啊 没用的东西 老爷 消消气啊 上次让你办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 调查清楚了 此人才是爱风 这是否跟你之前见的一样 一样 不过 不过什么 我想不明白 他堂堂献令 你为何会半夜要去大牢里体验囚犯生活 上次你去大牢所见 也是此人 是 是 找机会 把他给我带回来 记住 要活的 好 我明白了 真县令被假县令关紧了大牢 这事有趣了 那 这钱是不是可以不给了 不 这钱得给 去 通知他们 晚上过来拿钱 是 在想什么鬼主意呢 怎么 没事 你有啥事 剿匪的钱我已经解决了 下一步怎么办 去街上招兵买马 我自有办法 就用不着你操心了 操心 我那是替高崖县的百姓操心 那我还得替百姓们谢谢你啊 不识好歹 主公 江小姐 徐府那边来人通知 今晚可以去拿钱了 好 我知道了 你看啊 本小姐厉害吧 我呀 去收拾收拾 准备提钱去了 晚上拿钱 嗯 江小姐 这里是白银十万两 全当是徐某为剿匪做的贡献 哎 徐院外 慷慨啊 剿匪结束后 我定让父亲好好教教你 啊 那我就先谢过了 告辞了 慢走 恕不远送啊 告辞 出发 给完之后 咱们在暗地里把他截回来 然后栽赃给贾县领 当着大火的面 直接拆穿他 将他就地震发 你干什么玩意儿 下次出现能不能给点事儿 按计划行事 哎 还要闪一边去 老爷 银子已夺回 没出什么意外吧 一点点小 小意外 怎么回事 我 嗯 抢劫的人是不是你安排的 抢劫 什么抢劫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看来什么事儿 都瞒不过你杨老弟呀 你做事能不能考虑一下 如果江小姐死在高辖县 你我能脱得了干系 这不是还没啥吗 来 杨老弟呀 消消气 来 喝杯茶 这杯茶我就不喝了 以后做事动动脑子 别把我也害死 给一点不要脸 到底怎么回事 半路遇到他们增援 不得已才误伤 误伤了谁 先灵 那没事 下去吧 是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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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千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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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给爱大人拿点吃的 啊 哎 哎哎 慢点啊 慢点啊 坐 来 慢点喝 艾大人 江小姐也在啊 徐老爷 艾大人 身体无碍吧 你谁啊 碧人乃高崖县三好园外 徐宁 拜见艾大人 捐钱缴匪 然后非得晚上去去 再找人冒充山贼抢回来 同时还派人劫狱的那个吧 艾大人 小人冤枉啊 小人捐钱缴匪 那是自愿的 后面那些事情 不是小人干的 别怕别怕 我又没有证据 学员外 你说那个三好园外 是什么三好 这第一好啊 是人品好 咱们高崖县的父老乡前 都特别敬重啊 这第二呢 是人缘好 他们呀 都喜欢找我帮忙 当然 我也愿意帮助他们 但这第三好啊 那是很重要的一点 身体好 徐元外 是怎么知道我受伤的呢 刚才不是说了吗 碧人啊 人缘好 自然也就知道了 徐元外说他人缘好 那我身上这伤 不会也是败你所赐吧 艾大人 这个玩笑 可不能这么开啊 就算您借我十个胆 小的也不敢啊 跟你开个玩笑 看给你下的 徐元外 近日找我来有何事啊 艾大人 昨儿听说您受伤了 我是心急如焚呢 这不天一亮 我就领着夫人 到处去给您买这个 上好的补品 还望您笑纳 勇劳徐元外了 小岚 一会儿你们都带回去 好嘞 艾大人 您现在可是高崖县的 大英雄 是吗 大人 我看您这身体也无恙 那小人就先行告退 徐元外 你看我身体 这个样子也松不了你 大人大人 您留步 告辞 告辞 徐老爷慢走 你真觉得 结印仪式是他干的 你觉得 这个地方除了他 还有谁有这个胆子 我看你胆子也挺大的 你怎么还在这 走开 刚才那个人 我好像见过 你就是个山贼 你上哪儿见过 我想起来了 他是清风寨的大当家 他是山贼 嗯 你确定 确定 我之前见过他 只是现在少了胡子而已 好 回去再说 那个冒充县令的清风寨大当家呢 昨夜被劫走了呀 我怎么不知道 反正县令大人知道 你 被什么人劫走的 可能是清风寨的山贼吧 那他怎么没被劫走啊 他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 一次待不下吧 一群废物 老头大哥 来来来 我想救下爱大人 麻烦通报一声 好的英雄 我这就去办 多谢多谢 客气客气 慢走 大人 大人 我真是冤枉的呀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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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别听我说呀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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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佬什么时候 跟菜市场一样 随意进出了 大人 大人 你别走 大人 大人 别走 我哪儿 大人 大人 人已带到 下去吧 是 关羽 你也先退下吧 那可不行 他是山贼 我得留在这儿 保护您的安全 行 那你留下 反正都是自己人 把门关上 来来来 大灯家的 你是受伤了去吧 大灯家 一会儿再跟你解释 你这么着急找我是什么事啊 昨天晚上 艾峰被劫走了 然后 刚才杨林又来找艾峰 我怕他们会查出什么来 对你不利 这事你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 行 你知道这事就行 没事 对了 有烧鸡吗 什么 烧鸡 没有烧鸡 就这些糕点 快快快 你先吃 行行行 主公 这 这什么情况啊 他呀 他是我二弟 明焕 张肥 你好 那你就是三弟啊 我们作为山贼 也是有尊严的 那个男女之间 保持一下 有效的安全距离 行不行 我谢谢你啊 还有效距离 那 咱们人这么齐 不如 来结拜吧 结拜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们三个结拜 做个见证啊 这不会是嫂子吧 来 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 你 来了多久 我全都知道了 行吧 你既然都听到了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 我就是清风寨的大当家 那你可知道 冒充限令是死罪 我知道 反正横竖都要一死 放手一搏呗 什么意思 清风寨 本来就不是山匪 而是一群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好不容易 有清风寨做个家 但是恶狗领一直攻打我们 我知道 冒充限令是死罪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 只有缴了恶狗领 才能保护清风寨 不信你问他 你说的都是真的 可别骗我 说的都是真的 大当家没骗你 要是没有清风寨的话 像我这样的人 都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 慢点 你拿那么多糕点干什么 城里好吃得多 我带回去 给他们也尝尝 我们清风寨 都是一群无家可归的人 没见过城里这些美食 见笑了 解脚 解脚 慢点 你还准备缴匪吗 缴啊 必须缴 不过不是缴清风寨 而是缴恶狗领 现在没钱 人寿也不够 怎么缴 会有办法的 缴完匪之后呢 怎么办 只要缴了 只要缴了饿狗领 我就算死也没有遗憾了 以前 也许是我小瞧你了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真名叫什么 你真名叫什么 我真名 啊 我叫刘备 备 备 挺有男子乞丐的 躺下来 你都跟她说了 不怕背后 她可是你未来的 未来的嫂嫂 不会有事的 你这样 赖喊想吃铁鹅肉 我感觉也悬 不就是个女人吗 你们等着瞧 行 那我先回去了 我怕出来太久 有人怀疑我 行 那三弟 我送你 行 我觉得 你就先别回去了 我给你安排个 卧底的身份 这样 你就不用回牢房了 卧底 我 我没干过呀 我就说 你是我安排到 清风寨的卧底 怎么样 好好好 我 我真想 真想 我清风寨 我真想回去了 我一定要坑杀了冯雷 这段时间 我再给你消息 我明白 我再准备带好吃 好 拿回去 我一会儿给他们送 来 都装上 算我一个三点 那不如这样 我们继续结拜吧 好 艾大人 在府上住的可还满意啊 许完外客气了 这里 可比牢房好太多了 艾大人满意就好啊 小人都打问一下 接下来 艾大人该怎么自证身份呀 实不相瞒 许兄 我打算修书回京 如实禀报 待上面 派人来帮我证明 来 不说了 喝酒 好 来 艾大人放心 只要您需要钱财啊 尽管找我 我别的不多 就是这钱最多 艾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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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太感谢许兄了 以后再高压谢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那就 谢谢艾大人了 来 来来来 江小姐 我准备让张肥 先回清风寨了 你是县令 跟我说什么 我跟你说 是想请你帮个小忙 不帮 你确定 不先听一下 说吧 是这样的 我回去呢 想给他们带一些东西 但是都是一些 女生用的东西 我又不会挑 就想请你一起 帮我挑选一下 女的 对啊 给压寨夫人买啊 什么压寨夫人 我不去 走走 我哪有什么压寨夫人 都是我那些 七大姑八大姨们 真的 真的 我骗你干嘛呀 那 行吧 但我不是为了你啊 我是为了张肥他们 张肥 你 不会喜欢上他了吧 你瞎说什么呢 我那是看你们山寨可怜 那 你就是喜欢我咯 你 谁喜欢你啊 你是山贼 说完滚吧 好了 不逗你了 别忘了 明天答应我的事 滚 杨老弟这么晚来找我 是有什么急事吗 县衙大牢里的 清风寨大当家 是你劫走的吧 我劫他干嘛 别装了 我知道是你干的 咱们书房里说 谁 是我 艾大人 果然在你这 艾大人 您这是 我这不是要修书回京吗 在这写信呢 那这 我在找火折子呢 这果然好玩的东西 比山上都太多了 不买就别乱摸 张肥 喜欢什么直接拿 算我送你的礼物了 我就看看 以后买到好吃的回去就行 你一会儿跟在张肥后面 看他喜欢什么都没下来 小姐 你对我都没这么好 该不会喜欢他了吧 打嘴了 让你去你就去 你这什么 桂花糕啊 好好好 这个来一个 干嘛呢 送给你 送给我 喜欢吗 还行 那我帮你戴上 好看吗 如果徐府的是真县令 那县衙里就是假的 如果利用假县令杀了江月 再让徐宁杀了假县令 最后知府怪罪真县令 真县令再供出徐宁 我最后在汇报 这一切都是因为真县令 丢失了官映和文书所致 那我就可以 还好这次在家里 三弟 这次回去 别忘了正事 明白 三弟 我现在要保护大哥 还不能跟你一起回去 保重 我懂 我懂 多谢大嫂送我的礼物 有机会去青方寨 我给你做好吃 好啊 有机会我一定去 快走吧 一会天黑了 赶不上路了 好 保重三弟 你们也保重 我先走了 大嫂 这门七事 我能不能反对一下呀 你说是什么呢 干嘛啊 我还得翻身 你都别手 我现在肯定有机会 你怎么可能是唐额 我现在帮我 也走 你卻要帮我 他为你 干和徐宁对着干呢 他是个假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真的在我们徐府 等我进京回来 他就死定 老管 这是上好的龙井 您慢慢品尝 老板 结账 谢谢 谢谢 不行 我得再回行程 二郎家呢 二郎家回来了 二郎家回来了 大家都过来了 二郎家你回来了 大家快出来 二郎家 三次跑挺快呀 没有 大家过得还好吧 还好 大家都好着呢 对了 我从城里买的礼物 给他就能拿起来 二郎家的 给咱们带了好多礼物啊 好 谢谢 谢谢 大郎家的 这大郎家的 没有一起回来吗 他 他没回来 但是 他有事情交代 来 过来一下 大郎家打算 把恶狗里灭杀掉 这些 这些藏匿地点和灭杀冯雷的计划 大家都清出来 听懂了 都听明白了 没事 你们俩明白就行 拿着 好好带领大家 遇到困难不要自己跑了 好 清风寨是我们的家 我先走了 二郎家的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帮大郎家的 记住啊 照顾好大家 二郎家 走了 二郎家的 小心 二郎家的 一定要回来 二郎家去做啥了 我会想你的 谢谢 对吧 大人 嗯 刚才那边地下有点脏 你俩待会儿去处理一下 好嘞 好 这边 过来过来过来 森林 你怎么回来了 你先听我说 我在路上遇到了徐府的人 他们说艾峰在他们那儿 然后那个人赶去京城了 定是前去验城 等他回来 大当家就危险了 那走 进去说呀 不行 我还有药神 这样 你跟大当家说 于是 不行就跑 千万被丢了性命 那行 我这儿就去禀告主公啊 二哥 以后呢 大当家在解牙 就靠你了 放心吧 我先走了 三弟 没事 早点回来 好 好 我们去交匪 这事雷打不动 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钱也 徐宁 太可恶了 什么意思啊 之前抢钱 不是山贼所为 而是徐宁 只是我们没有证据 哦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杨大人知道这事 怎么不惊讶呀 你是知道这事了 没有没有 只是我也想过 是徐宁所为 嗯 好 反正他这钱也还不回来 当务之急 还是人手问题 说到人手问题 杨大人觉得 能从百姓当中招募有事 这个办法可行吗 我试过 无一人前来 照这么说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牢房里的囚犯 你认真的吗 嗯 这怎么行 他们都是恶人 而且 他们也不可能听你的 那你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我是这么想的 让他们戴罪立功 只要剿匪成功 我就给他们减刑 如果这样可以 人 财 我们就都有了 可是 你不怕他们临阵脱逃吗 哼 我自有办法 县令大人有令 今日加餐 一人加 一个鸡腿 加餐了 加餐了 鸡腿 给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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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令大人有令 今日加餐 给我一个 一人加 一个鸡腿 给我一个 走别抢 来 鸡腿 鸡腿 我也要鸡腿 真好吃啊 县令大人到 各位 鸡腿都好吃吗 好吃 好吃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这些鸡腿 都是有毒的 五 五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骗我们 这就是你想的好主意 是 我不是要毒害你们 是什么 是 是 我是要救你们 来做个交易吧 什么交易 我该把鸡腿给我 我还不想死 就想你让我 想死 把鸡腿给我 愿意跟我去找匪的 你把鸡腿给我 你把鸡腿给我 死刑 骗无期 三年的便为一年 对于那些最轻的 全都无罪释放 请当真 我们凭什么信你们 就是 我不需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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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个骗子 就是 你们有的选吗 我告诉你们 不要 我肯死你 你们平时看样子 这么穷凶极恶的人 不会连清风寨 那些小喽啰都怕吧 你开什么 怎么可能怕他们 怎么可能怕他们 怎么可能怕 愿意去剿匪的 全部去牢头那里报到 这两天 官捕头会训练你们 能活着回来的 我会给他解药 别走 站住 别灰了 站住 大人 你这样做真的妥当吗 放心 你看他们 奏智多高啊 我是说 如果上面的知道 我们用囚犯交费 恐有麻烦呀 没事 上面怪罪下来 我扛着 不会连累杨大人的 我跟你一起扛 莫非老内还有高人 敢问这位英雄 我知道你要问啥 生又如何 死又如何 这凡间 琐碎的事情太多 还不如这方寸之地 来的清净 重要的是 大师 请私教 我超喜欢折离地 在折离各个东西 好兄弟 各个东西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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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怎么了 把这位好兄弟 带到审讯室喝杯好茶 是 这些怎么了 起来 来 走 爱的人 要是抓到那个冒牙限定 该如何处置 徐兄觉得 还如何更好呢 到时候 把他交给我 未尝不可 好 你就是徐宁 正是 于有 你是何人 我是你张肥爷爷 要杀我 要杀我 不 我要杀了你们俩 快走 快走 追 追 别掌握您的手啊 你 关门关窗 防偷防盗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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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小梦 小梦 西里偶人而过的风 烫得尝试试重重 枕头入梦 不少夜只寒冬 茶凉细梦 很相逢 潮起潮落终尘空 天涯四月日暮 他轻身旧愁 天下暴净统统生死情楼空 潮落终尘空 千古一角 余生 悠悠寂寥 不能有我 潮起潮落终尘空 潮落终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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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洮波ー 潮落终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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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落终尘三 潮落终尘空 对 她昨日返回县阳 还托冠鱼给我带话 她昨天回来过 三弟性格耿直 她一定是去找徐宁 徐宁 我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 别中斗 冷静点 剿匪为重 完事 回来查清楚 再去收拾他们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晚上要去一趟清风寨 确定所有的寨众都已经安全撤离 义渠君 不行 你必须在这儿盯着杨林 我怕她有什么变化 你为什么总是放着杨林啊 我也说不好 但总觉得她不太简单 注意安全 大当夹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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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 二当夹就是被她抓走的 二当夹就是被她抓走的 不用怕 她现在是我们自己人 那二当夹呢 那二当夹呢 你怎么没把她带回来啊 对啊 这二当夹的呢 大当夹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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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弟 这 这么晚来找我 又不合适啊 那です 怎么了 怎么还吵起来了呢 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坐下妈妈说 和气生财嘛 老爷 该喝药了 徐兄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过分 他来刺杀我害我受伤 况且你也知道 县衙那个县令它是个假县令 他就是神贼 我就是让他们知道 跟我徐宁作对的后果 徐兄说得是 我就不打扰徐兄休息了 你好好养伤 杨老弟 你也该做点什么了 好的 我知道了 陌生起 来 喝药 自家的狗 开始向着别人了 主公 你 我没事 你放心 没想到如此清静之地 你 也难逃世间纷扰啊 是啊 要不是无奈 谁不喜欢置身于世外呢 老寨主一世英明 凭一己之力护山寨周全 也终究敌不过天命 而我又无能 只能靠换身份这个卑劣的手段 舍身取义 何来卑劣一说 话是这么说 若不是有你们的理解 还有爱大人他们的 爱大人 你还在找人吗 主公 你 你真的觉得 那画像上的人是我 怕是找不到了 这一别 就是二十多年 长大以后 我一定要做一个 为民请命的好官 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欺负你了 好 我要习武 一直在你身边 和你一起 惩恶扬山 大丈夫志在四方 小鱼儿 我一定会成功的 哥哥 你这一去 要多久回来 日复兴在 红尘 绝 后来我习了舞 也成了捕快 保了一方平安 也升了官 那 官场不是非黑即白之地 清醒也好 糊涂也罢 辗转多地 又未能扎根 不过这样也好 还能抱有找到的希望 那这样 你还是继续跟着我混吧 是 主公 别叫我主公了 那叫你 喊我大当家 明天 永远迷迷 � 我的 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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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